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锁骨上淋巴结,肿大是怎么回事? 唐显君,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综合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问题我们往往要从几方面 第一,它有可能是良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淋巴结结核 淋巴结结核它就是一个单独的病 它有可能不是肺结核 也没有其他的系统的结核 它单纯就是一个淋巴结结核 而这种淋巴结结核它最早期的一个病变 可能就是颈部或者锁骨上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这种结核它往往还伴随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潮热,倒汗 这是一些良性的应变 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建于一些恶性的肿瘤 体表淋巴结的一个转移 比如说肺癌,胃癌,这些都容易发生锁骨上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如果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锁骨上淋巴结的肿大 而且还没有压痛,不痛不痒这种淋巴结 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来正规看病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 比如说戒烟,然后饮食要清淡 因为有些胃肠道的疾病恶变了以后 它都容易发生前表淋巴结的肿大 专家提示 锁骨上淋巴结肿大的原因如下 一、良性病变 如淋巴结结合 最早期的症状是颈部或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往往伴有潮热、倒汗等症状 二、恶性肿瘤体表 淋巴结转移 如肺癌、胃癌容易发生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且无压痛 建议到正规医院诊治 并注意改善生活饮食习惯 如戒烟、清淡饮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